第五人格七周年投票反场皮肤前瞻 Hello大家好,我是Ziggy七哥 前面我们总结了七周年的直反皮肤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看周年庆的投票反场皮肤 每年第五人格周年庆都有十款皮肤 可以由玩家自行投票选出反场 这十款皮肤包括八款商城现实时装 以及两款精华紫皮 精华紫皮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精华紫皮大家本身就可以利用 旧赛季珍宝的指定机会获取 或者直接用紫皮卡解锁 况且投票反场的精华紫皮上架商城后 只能用回身购买 真的非常不推荐大家购买 然后八款现实时装又分为六款常规反场皮肤 和两款额外反场皮肤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规反场池和额外反场池 首先常规反场池得票数前六名的皮肤将会反场 只要是上架时间超过半年的现实时装 都可以参与常规反场池的投票 但是如果一款皮肤连续两年在周年庆返场投票胜出 那么该款皮肤第三年将不参与周年庆的反场投票 符合这个条件的一共有两款皮肤 调酒师的海盐特条以及医生的流营 这两款皮肤明年周年庆不会参与投票 也不会反场 这两款皮肤最快最快要明年暑假才有机会反场 那么抛开这两款皮肤 我们再根据角色来看今年参与投票的皮肤都有哪些 医生参与投票的皮肤有浴火飞花以及网西 其中网西参与周年庆投票以来基本都是顶流的存在 反场概率非常之大呀 园丁参与周年庆投票的皮肤有出勤以及怪鸟 两款皮肤都是高人气皮肤 不过怪鸟感恩节刚反场过 明年周年庆出勤的竞争力要大一些 有喜欢出勤的一定要提前囤碎片 佣兵参与周年庆投票的皮肤是柴骏猫 感恩节刚反场过 通过常规反场池反场的概率不大 但是柴骏猫可以参与额外反场池 待会后面会提到这里先不多说 空军参与投票的是天河刚反场过 周年庆反场概率不大 前锋的火车头刚反场过 且是冷门皮肤 周年庆基本没有机会反场 盲女参与投票的皮肤 包括玛利亚公里和建筑师 都是今年上架过或者反场过的皮肤 明年周年庆反场机会不大 祭司的摩根勒菲 属于比较冷门的皮肤 通过常规反场池 反场的概率不大 调香式的经验不在 两年没有反场了 超高人气皮肤之一 明年七周年 基本可以确定会投票胜出反场 大家只需要准备好两万子数 到时候把皮肤和挂件全部带回家 入恋式的菲尼克斯 刚反场过 周年庆反场机会不大 咒术式的椰香假日 今年暑期刚反场过 周年庆反场概率不大 勘探员参与投票的皮肤 有盛夏飞盘和盖提亚之一 这两款皮肤都在今年上架过 或者反场过 明年周年庆反场概率不是很大 杂技演员参与投票的皮肤 有奇遇珠 茶花会 以及Ace 其中奇遇珠已经确定 会在明年新年反场 茶花会在今年万圣节 刚反场过 这两款皮肤 在周年庆投票反场的概率都不大 Ace的话比较难说 这款皮肤属于高人气皮肤 但是在今年暑期反场过一次 这肯定会影响明年周年庆投票 我个人觉得这款皮肤 在明年周年庆投票当中 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大幅的寻心者 属于圣诞系列皮肤 包括了路头的圣诞狂路 逆袭的圣诞沙龙 这三款皮肤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参与 周年庆投票 因为这三款皮肤 在圣诞节将会反场 圣诞节刚反场过 周年庆肯定是没有机会 投票胜出的 而且这几款皮肤都比较冷门 守墨人的半精灵骑士 今年中秋节刚反场过 周年庆反场概率不大 囚徒参与周年庆投票的皮肤 是灵犀妙碳 这是该款皮肤 首次加入国服周年庆投票 就以这款皮肤 在国际服周年庆投票中的表现来说 这款皮肤一定是 高人气皮肤行列中的 如果有喜欢这款皮肤的 子鼠一定要准备好了 明年周年庆 投票反场概率非常之大 机球使得冠军剁手 今年暑期刚上架的新皮肤 周年庆反场概率不大 病患的新陈和心理学家的长夜 今年已经反场过两次了 明年周年庆反场的概率不是很大 古董商的墨运 应该也会加入反场投票 虽然古董商人气比较高 但是这款皮肤 是今年7月份新上架的皮肤 周年庆投票反场的概率 应该不是特别大 飞行家的星空之翼 冷门皮肤 今年刚反场过 明年周年庆反场概率不大 路头的纹蕾爪目前已经确定会在新年反场 周年庆投票反场概率不大 捷克参与投票的皮肤 有望川度人 叶来湘 以及圣燕伯爵 圣燕伯爵属于冷门皮肤 并且今年万圣节刚反场过 周年庆投票反场基本无望 然后望川度人和叶来湘 都是高人气皮肤 不过同一名角色 在周年庆只能通过投票反场 一款金皮 叶来湘的热度一直以来 其实都是比望川度人要低一些的 况且叶来湘在中秋节才反场过一次 所以明年周年庆 捷克最有竞争率的皮肤 一定是望川度人 如果有喜欢这本皮肤的 一定要在三月份的周年庆之前 存好两万子鼠 一口气拿下金皮加金挂 红蝶参与周年庆投票的皮肤 有白无垢以及鲜鹤 首先鲜鹤一定是高人性皮肤 中秋节反场过一次 这肯定会影响周年庆的投票 但齐格仍然觉得鲜鹤的投票竞争力很强 还是有一定概率在周年庆投票反场的 白无垢的话 人气稍低一些 明年周年庆投票反场的概率不是很大 黄一之主的死灵师 感恩节刚反场过 明年周年庆肯定没机会反场 肃散之魂参与周年庆投票的皮肤 是寒霜和日月相随 两款冷门皮肤 通过投票反场的概率都不是很大 红夫人参与周年庆投票的皮肤 包括夜朝 贝拉夫人和最后一五 夜朝感恩节刚反场过 周年庆投票基本没有什么竞争力 而贝拉夫人属于高人庆皮肤 明年周年庆有一定的竞争力 最后一五的话 已经一年都没有反场过了 并且是可以参与额外反场值得投票的 有机会通过额外反场值胜出 石头的乌萨莱克 记录员的缔造者 噩梦的冤 这七款皮肤都是中秋节刚反场过的 周年庆投票竞争力非常小啊 小提琴家的顾月骑士 冷门皮肤周年庆投票竞争力很小 影视的首席顾问 万圣节刚反场过 周年庆投票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那么以上提到的这些 就是常规反场值参与投票的皮肤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额外反场值的情况 在周年庆的投票当中 如果某款皮肤连续两年都没有被投票选出反场 那么该皮肤第三年将会获得额外反场机会 在额外反场值的投票当中 得票数前二即可反场 那么明年可以参与额外反场值的皮肤 包括医生的浴火飞花 拥兵的柴骏猫 前锋的火车头 盲女的建筑师 祭司的摩根勒飞 入恋式的菲尼克斯 红夫人的夜巢 红夫人的最后一舞 速散之魂的日月相随 黄衣之主的死灵师 以及杰克的盛宴伯爵 大概就是这些皮肤 如果有漏掉的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补充啊 以下这些皮肤中的票数 排名前二的皮肤将会反场 当然以上这些皮肤 依旧遵守同一角色 只反场一个同品质皮肤的规则 比如说红夫人的贝拉夫人 得票数前六名 那么贝拉夫人就挤占了 红夫人精疲反场资格的位置 夜巢就算是在偶外反场值 投票前二 也无法反场 反场名额将会向下顺延 那么以上就是明年七周年 中年进行参与反场投票 皮肤的一个整理 本期视频制作不易 因为涉及到的皮肤比较多 所以如果本期视频 对你帮助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跟七哥一键三连 还有其他关于周年 进行反场投票的问题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提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